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九章,试图 试图在Oracle应用当中相当普遍,所以也显得比较重要 试图在数据库当中可以理解为一张虚拟的表 使用试图可以补充表结构在某些需求方面的不足 可以让开发人员更方便地查询、复杂的数据 还可以缩短开发周期,节省公司的成本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包括一下几部分内容 什么是试图,试图的创建,操作试图,数据的限制 试图的修改,以及试图的删除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试图 初学者呢,听到试图都会比较陌生 那么实际上,试图的操作和创建都是比较简单的 在直观印象当中,它可以和我们数据表类似 但某些表的功能,它并不具备 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来认试一下试图 那么根据官方的文档,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一个试图 试图呢,它是一个基于一个表或多个表的逻辑表 试图本身不包含任何的数据 通俗来说呢,我们可以把试图看成是虚拟的表 只是一个查询语句的结果 它的数据最终是从表中获取的 这些表我们通常为原表或基表 也就是说,把构成试图的表,我们可以看成叫做基表 那么当基表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试图当中的一些数据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那么通常我们试图的数据也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个是单一表的子集 再就是多表操作的结果集 再就是试图的子集 有这样几部分来主称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试图的作用 那么试图的作用呢,既然它是一个虚拟的表 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呢? 第一个,它可以使数据简化 那么在表中,很多数据对业务来说都是容易造 这时候开发者会使用比较复杂的Circle语材 来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实际开发当中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通常情况下 由一个人把比较复杂的语材呢 可以做成一个试图 这样其他的开发人员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这样做呢,就可以让试图 使我们开发人员的工作呢,变得容易了 并且呢,它也隐藏了数据的一个复杂性 第二个作用就是说,它使数据更加的独立 那么程序开发的时候 大多数程序呢,直接访问数据库当中的表 当这些表的结构随着业务的变化 而不得不重新设计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程序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程序 直接来访问试图 这样试图呢,就可以把程序和数据 负责表隔离开栏 降低了开发者的劳动成本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 它可以增加一定的安全性 试图可以查询表指定的列 来展示给用户 而不必让用户呢,不必让我们这个使用者 完全看见表的所有的字段 也就是说,别人在看你这个程序的时候 只看到的是这个试图的名字 而看不到你这个试图究竟是从哪些表构成的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安全性 这种情况呢,也是很多的 是一个公司提供给其他合作伙伴查询数据的一个接口 而试图呢,通常我们也会设置成一个指图属性 不让它不能够修改的 这个呢,就是试图的作用 那么,试图创建的语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试图的最基本的一个语法 用CREATE语法来创建 CREATE6 后面呢,编译起一个试图的名字就可以了 I字 下面 就是一个 SELECT语法 也就是说试图呢,基本上就是由CREATE语法来构成的 那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属性 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指图的 或者是约束的 约束选择,等等 比如说呢,你如果为它加上了一个VSREATE ONLY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试图设置成一个纸束的 这样的试图呢,就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那么如果你给它加上了一个VSREATE OPTION 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就一旦使用了这个限制的时候 当我们对试图增加或修改数据时 那么必须满足止查询的条件 也就是说 是把止查询的条件作为一个约束 而CREATE是这个约束的名字 接着呢,我往下看 是试图的创建 试图的创建呢,我们要设计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个是试图创建这种单表的试图 然后创建多表的试图 创建试图的试图 以及创建没有圆表的试图 那就是使用我们PR Circle这个工具 如何来创建试图 创建带约束的试图 以及有关试图的一些案例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 创建单表的试图 那么操作数据库最基本的方式 就是使用CREATE 那么很多读者呢,都不习惯 直接使用CREATE来操作数据库 但是我们初学数据库 最好都使用CREATE 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 做开发时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 同时也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是做这个单表的试图呢 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你从这一个表当中 谈寻出某几个字段 然后我们都使用CREATE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写上 FWIT OR REPLACE 然后呢 VIEW 写上一个是否的名字 AIS 我们做出财经心机表当中 查语成品的价格 那么这样一句话呢 就帮我们创建了一个 试图名为AA的这样的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呢 它的作用就是 查询我们财经心机表中的价格 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 另外呢 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语句呢 来查看当前用户下的 所有试图 哪条语句呢 希腊的 view name from user views 这个表里面来查看所有的试图 那么当产品出来的某字段 列宽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语句来改变 它的一个宽度 如果你的宽度不够的话 我们在CirclePlus里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的 这是资端名字 omite a10 就可以 这是创建单表的试图 你刚才还说了 创建多表的试图 创建多表的试图 创建多表的试图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他们可以通过 产品的编码 进行一个等值的连接来查询结果 也就是说 在这个is后面 我们写这个语句的时候呢 它的信息是来为多个表 比如说这是产品类型信息表 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 产品的 编号 就是产品的类型 编号 等它等于我们产品类型表 当中的编号 最后把它们替换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就是创建多表的试图 那其实这种方式呢 和前面的两种方式 创建单表的和多表的 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呢 这种情况实际在我们工作中呢 是很少遇到的 比如说 我们就用我们之前创建过的这个试图 在这个基础上 再创建一个试图 也就是说我们查询的时候呢 不再从表里面来查询数据了 而是从试图里面来查询数据 比如说这个里面 我们改一下哈 所谓的View A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AA的试图 然后呢我们前面 成为 成为Faze View Db i 其他卡 比如说其他 A 这个视图 那么就可以把AA这个视图里面的内容 放到我们视图bb里面 就可以创建了 那么我们视图bb里面的数据来源呢 就是来源于我们视图AA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叫做创建视图的视图 另外呢还可以创建没有圆表的视图 那么在数据开发过程当中呢 注意库的开发过程当中 如果数据工作做得很好 就可能出现在没有圆表 是先把视图创建出来的情况 因为根据设计 基表是肯定要创建的 没有圆表的时候呢 使用正常的方式 创建视图就会出现错误 因为没有圆表 就会出现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强制创建没有圆表的视图 那么用false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创建没有圆表的视图 我们可以试一下 在这个里面可以吧 然后加上一个false这个关键字 没有圆表的视图 没有圆表的视图 就是我们一起的一个名字 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警告 叫创建的视图 带有编写错误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把这个视图创建了 这就叫做创建没有圆表的视图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我们pr circle里面的工具呢 来创建这个视图 那么使用pr circle这个工具呢 创建视图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说了 大家只需要打开我们pr circle这个工具 然后在文件下 选择nil 然后选择view 就可以创建这个视图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创建但约束的视图 就是说 就是说 视图呢 跟我们创建表一样 也是可以创建 有约束的这样一个视图的 它在什么地方加上呢 它在什么地方加上呢 就抽一棒 然后replace 我们写一个名字 然后用一个小绰号 就可以为它创建约束了 在这里面呢 写上字段的约束 然后在下面 你用来还用一个i 来创建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括号里面 我们可以指定视图列的名称 我们随便指定一个 把使用的产品名称 我们再加一个约束 Costrade 我们也是约束的名字 这样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多加了一个reli disable no valid validate 表示约束 对起前和持后的数据 都不进行检查 并告知orico 这个视图现在统合 这两种约束条件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前面除了别的 还需要加一个这个约束的名字 约束的名字 指明它是一个唯一约束 比如用一个约束 后面加上这一句话 那么就表明了 对此前和此后的数据 都不进行检查 并告诉他 我们现在创建的视图 已经符合这两种约束的条件了 这个约束的条件 就这个意思 那么 视图约束呢 是比较特殊的 它的约束是生灵式的 并不能真正作用于视图本身 那么当创建视图之后呢 我们增加或更新 违背约束的数据的时候 它都会执行成功的 这种声明呢 实际上是告诉orico 优化器 它的数据是符合约束条件的 但orico本身并没有验证数据 是否真的符合条件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在约束的视图 那么这个创建在约束的视图 是并不常用的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书上的9.2.7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这个视图的案例 这个视图的案例呢 是举了一个简单的 二手车买卖的一个原型 那么各个表的关系约束呢 不算在里面 就用这几个表 给大家创建的约束 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的 这个视力自己来做一下 这里面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操作视图数据的一个限制 那么视图呢 允许做DML操作 也就是征删改 这样子 征删改查的一些操作 但需要注意的地方 却是比较多的 因为视图增加或更新数据 实际上是在视图 操作的一个原表上进行更新的 那么除此之外 视图本身可以设置更新限制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 设置这个视图 read only 设置属性 还有呢 就是为视图来设置 check option 那就是 视图创建与 对视图操作的 还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视图read only的一个设置 那么创建视图 就是为了避免用户来修改数据 数据 我们可以把视图设成 只读的属性 那么操作起来 就比较简单了 也就是说 带你所有语句 在这个 slack的语句 最后面加上一个 wise read only 就可以了 它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 只读的视图 再就是为它加上一个 check option 这个设置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 允许我们修改视图的数据的时候 修改数据的本质是修改 视图原表的数据 就是它的基表的数据 那么假如某个视图 查询出来的是 年龄大于20的所有数据 如果我们 那该视图 增加一条年龄为10的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 将不会出现在视图当中 显然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 一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就可以利用 check option这个选项 来设置视图的检查约束 那么这句话呢 with check option 也是加在这个 statuture的最后面的 加上这样的一个选项 可以表示我们 试图启动了 和此查询条件一样的约束 也就是说 如果对试图修改 或插入的数据 和查询条件不一致 那么这个操作 也将会被终止掉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个视图创建与 就是呢 对视图操作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可以更新的视图 那么圆表呢 尽量是单表 否则呢 它的限制会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向视图里面增加数据 我们只能向一个表中增加数据 不能向多个表中同时增加数据 那么下面的情况 一旦出现在视图当中 那么视图呢 就不允许再更新了 比如说distink这个关键字 再就是集合运算 或者是分主函数 还有呢 就是出现 格会by这个语句 orderby start ways这样的一句的时候 这就是出现了一些伪列关键字 比如说road number 这样的关键字 这些呢 是对视图操作有影响的 那么除了以上情况呢 读者还需要考虑基表的一些约束 那么这些约束呢 对我们视图数据的更新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读者呢 需要创建可以更新的视图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instead of这个触发器 那么这个呢 就是视图的创建 接着我们看一下 视图的修改 视图的修改呢 比较特殊 不能像表一样进行修改 更准确的来说呢 它没有修改选项 它只是覆盖原有的视图 但这不会影响于视图的使用 因为视图本身呢 是不包含数据的 所以覆盖原有的视图时候呢 也不存在这个数据丢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在修改数据这个视图的时候 加上这个allreplace的关键质就可以了 前面我们已经用过了 也就是说 你使用的是create allreplace 也就是说这个视图有 那么就创建 没有就创建 有呢就进行修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它的修改呢 跟它的创建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呢 如果操作这个pr circle 这个工具呢 也是可以直接进行修改的 那么在这里面找到这个视图 然后点编辑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来修改这个视图了 修改之后呢 你只需要 进行保存一下 就完成了 那么 视图约束的修改呢 当视图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的约束进行添加 删除修改的操作 那么在视图当中增加约束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的是outer view 然后add 就跟我们修改表 给表里面添加视图 添加约束是一样的 outer table 这里面是outer view 然后add contract 这些都是一样的 给表增加视图 你跟 与给 给表增加约束 与给视图增加约束 是一样的 这里面我就不说了 那么 接着呢 我们往下看 视图的删除 那么视图的删除呢 和删除表的方式一样 可以使用circle 也就是删除 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pr circle developer这个工具 直接来删除 那么删除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drop table 然后表的名字 那么删除视图呢也是一样的 用的是drop view 后面写的时候 我们这个视图的名字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直接删除掉 就是说我们使用drop view 然后写上视图的名字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by的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呢 就是说删除 删除这个视图的时候 也把这个约束删除掉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弄到的一个选项 那么在pr circle developer这个工具里面呢 你只要是选中一个视图 按右键呢 就直接找到drop 就可以把它直接删除掉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删除视图的一个方法 那么视图的操作呢 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只要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语卷 就可以很好的来完成视图的创建 修改删除的工作 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对视图进行了讲解 那么在oracle当中呢 经常会使用视图 视图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可以提高 我们这个看数据的角度 也提高我们这个数据的安全性 便捷性 那么视图本身不包含任何的数据 它实际上里面都是由从我们 表和视图当中来获取的这种查询 结果 但数据呢 它有着一个独立的性 有独立性 那么我们 如果一个视图 它是由多表中的数据得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不能直接向这个视图当中来插入数据 如果是由单表来构成的视图 那么我们才可以直接来操作这个视图 向视图当中增加数据 那么视图呢也可以设置约束 然后呢 我们创建完视图之后 也可以为视图来添加约束 删除约束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账的群众内容 好 好 感谢观看